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孩子在学校抬得起头 于是他离开家乡 北上创业 研发出独门的蒜头药膳羊肉炉 搭配当天 现在的新鲜羊肉 完全没有羊骚味 充满父爱的羊肉炉 也终于打响了知名度 冬天就是要吃羊肉炉 不然要干嘛 冷冷的天气喝一碗热热的羊肉炉汤多好啊 都热起来 我准备要把围巾拿掉了 东西就是一定要你亲眼看到 亲嘴吃到才觉得是美味 整盘送过来就是新鲜的 而且老板也会在那边现切啊 因为标榜现点现切现煮 来到用餐时段 丁哥的手没停过 老板可以这样贵吗 我们这现台没切的 我们没有人分别人 这种牛肉汤 我们切一切 我们就用汤浪就知道了 它的都是清的 清汤柔 这样你才能吃到它的羊肉的甜 跟那个原味 不建议吃红烧 它也没办法红烧的啊 冷冻的才会做红烧啊 刚撇下的羊里姬 质地水水嫩嫩 光芒有如红宝石 清蒜就很美味 可以汆到老鱼 肉汆到老鱼 在冰箱里 我猜要吃红烧的一碗 其实有客人来给我吃 你这个牛肉是真的 我吃的牛肉都有牛肉 你知道你这个都没有羊羊肉 其实我们跟客人说 你冰冻的牛肉吃的 你来吃红烧的 你算不懂红烧的味道是什么 老饕来介绍一下 算羊肉的算法 它滚的时候 快去搅拌两下 尽量不要泡在汤里面 把它翻开 算到它变色就可以了 那时候是最嫩的时候 像这样 非常漂亮 你一吃到变老汤了 那刚才 为了推广新鲜羊肉炉 冰哥的店虽然晚餐才营业 他可是不到中午就开始忙碌 我盖章 这是合法屠宰的 然后在屠宰场宰出来 就冷藏配送过来这边 我们马上再分切在冷藏 就一路上都有保鲜 严选一年左右的太监羊 肥瘦均匀的肉质还带有Q劲 要维持最佳鲜度 冰哥早就练就一身 刨丁解羊的好功夫 这一块最好吃 这是前腿鲤鲤 前腿鲤鲤 不是要把鲤鲤打扣 对 跟进口羊肉比的话 成本大概是 贵它们三到四倍吧 进口羊肉 它不是像我们 是种品做肉食的 所以说 它大概会用棉羊 棉羊 一定是取到它 它没有经济价值的时候 它才宰杀 而我们就是专门做食用的羊肉 当我们就 在最好的阶段 我们就宰杀了 吃好的羊肉看来吃得多 不好吃的羊肉 你就 纯粹喝喝汤啊 这个是 真的来品尝羊肉料理的 搭配新鲜羊肉的高汤 讲究 在这里吃不到坊间 常见的红烧口味 冰哥坚持清炖路线 以红甘蔗和老姜 取代人工味素 带出汤头的自然甜味 大袋很多人都用素橙高汤 而我们是慢慢熬 你一天花多少时间 要做这高汤 四五个小时吧 因为你这个要慢慢熬啊 这些东西先熬个三个小时 然后再放羊大骨 跟整只羊的带皮羊肉下去熬 三层肉跟羊斧头这些有没有 它会就是有一些油脂 它吃起来就会比较滑顺 烤下去 它的油脂就都出来啊 但是它等一下我们这些 三面骨可能油脂会把它撈掉 那么要的就是说 你把那些油脂熬进汤 滑顺的时候 感到比较小便的吗 对对对 你看它现在清汤就变颜色了 甘蔗的颜色 这是天然的色素 没有白黑的啊 所以说一锅汤要熬四五个小时 就是这样了 然后银腿慢慢熬出来 对 熬上五个钟头的清炖高汤 质地看起来透明清少 实际上已经融入食材的营养 再加进养生的蒜头和药膳 就是独门的蒜头羊肉炉 我们中二台里面有钢龟 蚵子 还有 青鸡 党参 还有枸杞 枸杞就是 小柯的那个红红的枸杞 它吃起来不会照热 而且我们颜色煮起来是清淡的 富含焦急的带皮三层肉 精华越煮越融入汤里 让口感更滑顺 细细品尝还喝得到蒜头的甜 含药善的香 外面点不到蒜头口味的 吃起来不会有那个羊烧味 很好吃 而且你外面吃的那个羊肉炉 它都是一整块的 它不一样 它可以用蒜的 超酷的就是吃那个小火锅一样 蒜蒜锅 超酷的 还蛮好吃的 而且它有切那个 也有切那个薄片有带皮的 那皮煮 煮软以后QQ超好吃的 想来点不一样的口味 也可以尝试冰哥特制的蘸酱 有七八种 大概就是最主要的是 豆瓣酱跟豆腐乳 加一点麻油 然后让它提比较香的香味 不然你只有豆瓣 跟豆腐乳的香味不够 就是它量配起来 它不会很辣 因为有些人他不吃辣的 真的是一点点辣都觉得好辣 然后就觉得这个酱不会很辣 然后这样配起来就是很 微辣的 蛮好吃的 就连扮面线的红葱头洋油 林哥也不假他人之手 这个红葱头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要不停的翻动 它没有平均受热的话 它下面已经焦掉了 上面还得好 所以说炸红葱头不能离开 就是它顶多是 你这样看 等一下还要翻动了 因为你让它最平均 越平均受热的话 它起来颜色越漂亮 而且越香 对 师傅他们下班之后 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煮酱料 然后炼洋油 师傅他们还没来之前 就是先处理羊肉熬汤 有啊 可是毕竟还是请的吧 人家来私来工作 我们不能让人家那么累 累了可能自己做了 对啊 把累人的差事都留给自己 让人很难想象的是 兵哥这双拿锅铲的手 过去只会数钞票 人家都不用那么辛苦哦 对啊 每天就坐在那里算钱而已 发达行业就是 晚上吃酒 晚上睡觉 睡觉就是要处理吃酒 再回来就睡 一天花掉人家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一天就花掉五十万 就请朋友喝酒 这一些之类的 当时在一起的 大概都跟做发达的一起 然后大家花钱的模式 大概都一样 就夸张到大家在开心去吃 朋友只要一开口 他都会把钱借给我去 真的 真的我跟他说家庭要用 朋友比较重要啊 我做这种行业就是要靠朋友 所以我在朋友有困难 是朋友开口 他已经会想办法把钱借给朋友 好 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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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成呢 不会这么香 所以他们就 洋油起来 倒下去 那就好了 因为 红葱头人家已经炸好了 趴来其实就不用炸 可是我们 隔一天就是 给客人吃到最好的 也最香也最原味 最古早味的 从冰哥专注料理的态度 已经看不出 过去电玩大亨的霸气 会转变 却因为这件事 冯哥先写一写 他选的时候 都会填一些资料 爸妈的行业 刚开始都学商 因为不知道在写什么 所以我学生说 只有商能写 就是精明试验 总不能说 再做电动玩具 我们也知道做这个不好 当然 老师在问 孩子要学 当然我们自己会更加工 我跟他说 那我们来做个假托 虽然不懂 但是 我们去尝试看看 以前是 是金钱上没有什么缺燃 现在是精神上没有什么缺燃 这有杨碗 所以你看骗 对 以前那一 可以大声地告诉 小朋友啊 老师说 爸爸在做羊肉 有空可以吃我们的羊肉 那羊肉好吃 做羊肉 在民生社区 有一间私厨 是全台第一家 只聘用银髮爷爷奶奶 当主厨的餐厅 它们才开店一年多 就大受欢迎 网路上开放定位 几小时就而满了 餐厅的召集人陈一璇 号召了一群退休长辈们 轮流推出拿手的料理 像这油亮亮带有焦糖色的红烧肉 Q弹入味不干柴 带有淡淡酒香的醉鸡 越嚼越有风味 锅有嚼劲的米粉 经过了均匀的拌炒 吸满鲜美的汤头 搭配养生的莲子排骨汤 简单却耐人寻味 陈一璇希望用美食 重现长辈们记忆中的味道 也促进世代之间的 共同与传承 那我觉得来这边吃饭 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 有一个温暖的感觉 那因为我吃饭有很多目的嘛 有些人是为了 就是要吃饱而已 那有些人是想跟朋友聚会 那有些人是 想要吃到想念的味道 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 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 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 那配方写出来给你 好 最后汤凝固了剩了 用那黑汤来浇鸭子的身上 全浇完了就可以了 凌生社区的老宅里 有这么一间餐厅 开放式的厨房 低头认真备料的身影 似乎有那么一点熟悉 就像你我家里的长辈 看我们三个加起来之后 快要两百岁了 下午四点钟左右 一群人在厨房里忙进忙出 为的是今天晚上 一场温暖的饗宴 在这边才能吃饭吗 对 一开始来就能吃 没办法 两个谁比较早 他比较早 他比较早 不像一般餐厅 厨房里总是像战场 在这里不仅长厨的悠闲自在 用餐的人 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眼前一道道是在一般家庭 常见的料理 油亮亮带有焦糖色的红烧肉 Q弹入味不甘柴 带有淡淡酒香的醉鸡 越嚼越有风味 富有咬尽的米粉 经过均匀的拌炒 吸满鲜美的汤头 搭配养生的莲子排骨汤 简单却耐人寻味 其实市场东西也有分啦 分三六九等 看你买哪一集的 那你们都是买哪一集 可能都买比较天然 这是一间无菜单料理餐厅 找退休的长辈当主厨 谁有空就轮谁当班 把他们拿手的家常菜端上桌 和客人一起交流 营造出一个热闹回家吃饭的感觉 这样的概念来自年纪三十出头 却很有想法的陈盈璇 我们其实一开始想法 不是要开餐厅 我们其实就是在想一些 比较好玩的项目可以做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爸妈 他们去年退休 然后就在想说 退休的人可以做什么 但每个人都要吃啊 所以其实做菜的人口数的 是很大的 对啊 那我们就想说 那不如可以就用做菜这件事情 可以来串起不一样的一些 世代沟通或是一些桥梁 就让这些退休的人 会做菜的人 他们还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 然后可以做菜给别人吃 然后这些好吃的菜 可以让更多人吃到 为了减少长辈们做餐的压力 每一次餐会 都会由三位主厨来合力完成 所谓高手在民间 掌勺的虽然都是素人 但每一位都是身怀绝技 莫骨藏融 最近也好 最近这个样子吃吗 我刚才跟他们训练完说 我吃了上海鸡以后 回家就不吃鸡了 今天吃那个好 真的好 感觉很好啊 尤其是我喜欢这个炒米粉 就很像是妈妈煮的菜的感觉 我其实吃到臭豆腐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爸爸 常常会告诉我们说 一般我们都在外面看到 那个炸的臭豆腐 他常常就会说在家乡 他们吃的都是真的臭豆腐 而且那个臭豆腐是很香的 不是臭的 所以事实上这个就是小时候 父亲常常跟我们说的故事 很有家的感觉 然后就是比较温馨的气氛 对 然后就是有一种 可以很放松吃饭 比较自在 你好 大家好 很棒...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三位大厨 第一位是大刘姐 大刘姐她很特別喔 你們有听过公务员辞职嗎 不是退休 是辞职喔 比較少喔 每一次的餐会 陈昀璇都会介绍今天厨房里的主角 除了分享美食之外 也聊聊各自的经历和故事 现在大概二十几位 然后年纪最大的是一位 九十四岁的爷爷 然后他刚好是我朋友的爷爷 然后我们在开始有这个 计划想法的时候 他们 他就有回去跟他家人讲 然后他们家人就觉得很棒 因为他这个爷爷 他爷爷本来就很爱做菜 他就是每个礼拜三 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 他还是每个礼拜三 会做菜给全家人吃 因为他觉得只有 一起吃饭的时候 才是团聚的时刻 他本来就非常爱讲故事 因为他是38年的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跟着国民党 一起撤退来台湾的 所以他等于是就是 他现在讲那些故事的时候 就是都讲得很云淡风轻 礼拜天 我在这家里头 就觉得不对 气氛不对 到部队一看 没人了 结果有一些眷属在家了 现在要撤退了 他说一会儿就到你们家去接你去了 我赶紧掉头就跑啊 到家了 你奶奶还在那儿等我吃晚饭呢 我就把他拉着吃了 跑了 跑到队上一看 要的没带 不要的带了 鞋子带了一只 袜子带了半只 吃 对许多人来说 食物代表一段故事 也代表一段回忆 吃饭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还包含了情感和家的味道 吃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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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肚子饿了 这是什么样 哪裡的面包 我们三重的 我在等公车的时候 看他坐起来 怎么今天会把他带来 他今天帮大家分享 那包子有带什么 真的喔 有时候饿啊 然后他们先吃一下 害羞的陈妈妈是嘉义人 结婚之后才来到台北 一开始她很不会做菜 一直被婆家的人嫌弃 于是她罰分图强 结果变成料理高手 但她还是非常没有自信 所以儿子就偷偷的 帮她报名来当主厨 一开始 她们来报名的时候 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 比较像是试菜 那以前呢 还没有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们试菜都是直接去她们家 然后除了吃她们做的菜以外 也了解她们的故事 我是被骗的啊 儿子 妳被骗的啊 她被她儿子骗的 有一天我儿子就回照家 说 妈妈 有人找你 明天要来吃饭 我说 好... 我也不知道 Cherry還有她的朋友 两个 她说不用准备太多 我想说我儿子 這次怎么那么好 她的同学一大跳来都很多 不會啦 很快樂啊 聽到那個鍋子叉叉叉叉 那個聲音很好听耶 我其实第一次吃到 陈媽媽炒米粉我真的嚇到 陈媽媽她就是最厲害的 就是她的醉雞跟炒米粉 然後後來我們才知道 這兩個其實就是綁在一起的 因為醉雞的話 陈媽媽她厲害的點就是 她是用紅露酒做的 那一般醉雞大家都用烧心 那紅露的話就比較容易回甘 然後她煮雞的過程 會有那個雞湯滲出來 她就用那個雞湯去炒米粉 所以她炒米粉非常的入味 然後又不會太乾 就是因為她是用這個醉雞 蒸出來的雞湯拿去炒米粉 這個是醬筍蒸 茹蒸 茹蒸 還有醬鳳梨 你自己學的嗎 我上網學的 這麼厲害 因為我媽媽不在了 那當然一些比較傳統古早味 網路都有教嗎 朱莉姐以前還沒退休的時候 是一個領隊 然後她就是帶著帶團各處玩 然後她就雲遊四海之後 她就吃了全世界的料理 會覺得還是台灣的東西最好吃 醬筍絲目魚就是是她 因為她的醬筍都是她自己醃的 因為筍質是有季節性的嘛 她每天一有筍基的時候 就會把醬筍醃下來 然後大概要醃一個多月 然後她的絲目魚很特別 所以她是會用無刺的絲目魚 所以你就是可以很安心的 把它全部吃下去 小小的廚房裡 要同時容納三位主廚 空間實在很有限 因此長輩們常常得在家裡 先準備好半成品 三不五時還會結伴去市場 互相交流選擇食材的心得 也分享好吃的美食 請我過一下喔 來 抱歉 慢點來上下湯喔 小心喔 陳云璇說 一開始他們只是實驗的性質 到今年才找到空間 成為預約制的餐廳 短短一年的時間 這個特別的用餐模式 也讓餐廳場場爆滿 現在才吃飯喔 對 很累喔 很辛苦 謝謝 忙到現在才吃喔 對啊 有芋頭 就自己做的 對啊 對 真的很好吃 是 吃看看 有沒有覺得說就是每次 就是辦完一場餐會之後 就覺得很開心 對啊 本來就是啦 我們到這邊做菜都超開心的 以食物作為橋樑 退出長輩們 在這裡重新被需要 年輕的游子們 在這裡吃到家的溫暖 陳云璇希望用食物的回憶 勾起不同世代的香愁 也將家傳的手藝 永久流傳 歡迎收看禁節台灣 我是烏家芬 歡迎收看禁節台灣 歡迎收看禁節台灣 歡迎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台灣的牛肉麵相當的有名 新北市板橋隱身了一家超低調的牛肉麵店 一天最多只賣30碗 他們家的湯頭可是用了豬皮跟雞腳下去熬煮 讓整個湯頭充滿豐富的膠質又濃郁 這麼會做牛肉麵全部都是因為家人 當初吃到了岳父做的燉牛肉 覺得吃飯吃什麼比跟誰吃還來得重要 因此就一頭栽了進去 他的牛肉麵除了有用心的細節 還有家的溫暖味道在其中 現在想吃還得預約排到2021年 因為我跟老公都很喜歡吃牛肉麵 所以就想說預約看看 結果不知道預約要到一年的時間 有點興奮啊 因為我們從昨天晚上就一直說 要記得今天要請假要去吃牛肉麵 我們是特地請假過來的 我沒事就會滑一下網站 就是預訂牛肉麵的網站嘛 那剛好昨天有人取消 所以就趕快搶位 所以你這樣滑這個網站 滑了多久才想到這個 好幾個月很期待 我們都網路想預訂 對啊 現在最快是明後年 民眾前行萬苦才能吃到的美味 就是這間位在板橋巷弄內的牛肉麵店 不過想吃光是等 就要等到一年以上 而且只接受網路預約 但忠實粉絲想吃 不論等多久還是會來報到 真正排的是排在明年四月 我自己今年四月 對 所以今天很幸運 第一個它膠質感很重 然後因為它不是紅燒口味嗎 對 跟外面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 它的湯底有加番茄 我很喜歡 然後它的牛肉也燉得很好 吃了之後就會上癮 我住的地方吃過街上所有的牛肉麵 不會像我這次這樣吃的 還會想要自己專程來吃 店面小小的 僅僅三坪大 一共五個座位 沒有菜單 只有牛肉寬麵細麵讓你選 陶客大口西麵條 連湯都要喝得精光 老闆吳立民一天只賣三十碗牛肉麵 每到中午下午晚上用餐時段 座位從沒缺席過 而吸引顧客上門的秘訣 從湯頭就很講究 用新鮮的洋蔥 青蔥 薑等食材爆香 一鍋湯底裡不加滷包 也不加豆瓣和牛油 為了增加湯頭的濃稠度 老闆還特別加入了雞腳以及豬皮 再細鍋燉煮兩天時間 讓所有食材的精華融入在湯裡 很多人都問我說 那做這個到底有什麼訣竅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 家裡在煮飯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比較不會去想太多 東西就會盡量丟 然後就是做出一個 你覺得好吃的東西來 湯頭的靈感都是來自於家的味道 而燉牛肉的技術 則是向岳父拜師學藝 那是我跟我十年前的家人 我岳父岳母 太太小孩我們就同桌吃飯 吃一吃我覺得 吃飯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好吃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食物只是其中一環 更重要的其實是過程跟人 因為十年前的一頓飯 吃到有岳父做的燉牛肉 決定把對家人的愛 投注在牛肉麵裡 分享給更多人 不過開店初期 忙著熬湯備料 一天睡不到四個小時 賺不到兩千元 讓吳立民一度迷惘 我一天只睡了三個小時 連續三個月的條件底下 我真的很累 而且我瘦了十五公斤耶 所以我其實我什麼都不想做 我就想把店顧好 盡興有家人的支持與體諒 讓吳立民能夠放心 發展自己的興趣 他說要做一碗有溫度的牛肉麵 在吃麵的同時 讓客人能夠細心品嘗 有一個在家的舒服氣氛 就像來老朋友家吃飯一樣 就是你看大叔都跟我們那麼熟了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啊 非常溫暖的一間店 就是讓人家想一來再來 最遠的頭粉是哪裡 香港 對啊 他也是 只要有回台灣來 都會想來吃 對 用心的待客之道 讓顧客源源不絕 老闆吳立民都自稱是大叔 全身散發出一種文藝氣息 把小店面經營得有聲有色 不過他的本業 其實是網頁設計的企劃總監 提案但是沒有接吧 平常沒在賣麵時 吳立民都在麵店後方工作 在業界打滾將近十六年 沒想到當初只是想開一間小小的店 大家輕鬆吃飯聊聊天 不過往往想得很美好 結果卻偏偏不盡人情 我為了圓這個夢想我做了 我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時間 一天賣個三個小時六個小時 賣完了我是不是就可以進去上班 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我賣的第一天 我就再也沒有回去上班過 當預約到2020或是2021的時候 就是我會覺得有點驚訝 連我自己都沒辦法想像得到 但是人家說這間店很紅 我還是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我前一陣子 我真的釐清了這件事情 就是當人家說這間店很紅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們說這間店真的超級紅 這個店會紅就是因為來吃麵的這一萬多個人 不斷地去傳送 說這個店是一個封子開的 六個座位 然後不會賺什麼錢 但是還是要做整天 但是還是硬要開 就為了一個使命感 像朋友般的沒有距離的交談 這碗沖碗溫暖的牛肉麵 湯頭濃郁 就像吳立民對家人的愛一樣 香醇濃郁又甜而不膩 每一口都是幸福的滋味 全部都是原汁原味 都是牛肉湯的精華 湯很耐人尋味 而且你喝了你不會覺得口乾舌燥 而且你會喝了還想再喝 從湯到料都用心製作 搭配靈魂主角牛肉 使用的是澳洲小花劍 筋肉分布均勻 軟嫩入味 整碗麵好 湯濃 肉大塊 再配上自製的豆干以及酸菜 就是這樣的味道 讓客人吃了回不了頭 不是用紅燒口味 還可以做出我心目中的第一 好吃很主觀 所以人家說好吃 我當然會很開心 但是問我說什麼話會很感動 那應該會是 那是像他媽媽做的味道 很像他的家庭味 客人的一句話 都深深觸動吳立民的心 也是他想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在這裡除了給客人一種 很家常的感覺 能吃到充滿回憶的牛肉麵外 更多的是人與人的情感交流 有間隱身在台北市獅大陸巷弄的麵店 是許多獅大生下課後的最愛 老闆娘 廖淑慧 熱情的性格 大家都叫她豬腳阿姨 或者乾脆直接叫聲媽 但六年前 先生無預警的奏事 讓六熟慧一度不想面對 不過因為有這群 吃大生的貼心陪伴 讓六熟慧很感激 也重新振作再出發 體會到了珍惜兩個字 也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小孩 一樣特愛 很好吃 而且豬腳的它的皮 就是很嫩 很Q 所以我跟我同學之間都說 這家店就是豬腳媽媽的店 所以我們就說 今天要不要去吃 豬腳媽媽這家店這樣子 對 就覺得很像 有一個長輩在那邊關心你們這樣子 為了十大附近 有一間賣豬腳飯的小店 裡面的豬腳不僅養生好吃 價錢又親民 是許多學生下課後的最愛 三天兩頭就會上門 而老闆娘的親切態度呢 讓他們有一種 回到家的溫馨感 走進小店面裡 有種老舊懷念的味道 老闆娘 廖淑慧 同學都叫她豬腳媽媽 臉上重視掛起微笑 熱情的招待客人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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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穿越美麗 小姐 一點小辣豆 寶寶 來 因為這 少林宜人 許多學生下課後 都會跑來這個秘密基地 要來爆餐一頓 有跟你今天也是小辣嗎 有跟你王子一包兩包 只要教一聲豬腳媽媽 飯面加量不加價 而店裡的招牌菜豬腳飯 手夠大襪 讓許多人愛不釋手 豬腳的味道有一種特殊的香氣 然後它的口感不會油膩 然後老闆娘還會好心的 附這一碗湯來解解力 平常大概一個禮拜來一次 那有時候天氣比較冷 或比較想吃的時候 可能會一到兩次或三次 因為其實外面很少可以吃到 就是這樣一整塊大塊的肉 然後再來是它的味道 就是會讓人覺得 就是有股懷念的味道 就吃起來會覺得很 因為我本身不是太漂亮 所以吃起來會有股不加強的味道 五豬腳可口香Q不死血 也不會覺得油膩 是讓人想再光顧的家常口味 而料鼠會為了讓學生吃飽 還要兼顧營養跟新鮮美味 堅持每天使用新鮮的溫體豬 現煮現做 洗加燙然後再加下去大概要四個小時 它滾的時候就是要撈大概三到四次 把上面的那層油把它撈掉 那你那一鍋湯底啊 滷的那一鍋裡面有參加的嗎 勞滷跟藥材跟它的就是醬汁 有沒有特別加了什麼 就是我們的藥材啊 中藥吧 對… 誘人的琥珀色澤 讓人忍不住口水直流 而這個香氣突比的勞滷配方 是料鼠會和先生柳一鳴一起研發的 我們整個菜單的部分是 我先生他一手他親自 他親自研發出來的 那我們兩個對食材的研發是 各自在討論說 這個味道吃起來感覺是怎麼樣 我先生他是認真到 他可以把所有的食材 自己親自吃了一次 譬如說花椒 他自己嘴巴吃過很麻很辣 譬如說辣椒它辣到什麼程度 他都自己親自去 每一位都要親自嘗過 再三確認拿捏好配方比例 夫妻倆一步一腳印 共同攜手平事業 在他的眼中 先生柳一鳴總是彈笑風聲 又細心的看待每件事 是標準的好好先生 不過在2013年的暑假 不幸發生意外 好像警察打電話過來是 清晨五點多吧 說我先生他倒在路邊 然後現在在急診 怎麼料得到接到電話後 趕緊進醫院 放來的卻是殘忍的宣告 家裡這根大柱子一夕之間 就這樣離開了 那時候我也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昨天不是好好的嗎 還好當初我們有聊過生死 所以我就跟老天人說 如果你要讓他活就繼續活 如果他時間到 你就好好讓他走 嘴上說得雲淡風輕 但終究還是隱藏不住 內心的傷痛 你只要每天聞到那個味道 你就會受不了 這個記憶的味道 怎麼又跑回來 無常往往比明天更早到來 失去摯愛 無助 傷心欲絕 讓廖淑慧當下一度不想面對 因為臉書有發 我們有發說我要休息一個月 因為叔叔走了 然後很多同學都去看我 都去殯醫館看我 叫我要堅強 他說 阿姨 叔叔走還有我們在 其實這是我 這是我最感動的地方 老鼠壞始終奠基在心 在低潮時陪著你的人最珍貴 感謝有這些孩子的相陪 更深深體會到珍惜兩個字 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小孩 一樣疼愛 反正過了六年了 就這樣 畢竟 家還是要繼續下去 瞬間要扛下一家子 為了生計必須要走下去 要數會一個人張羅店內大小事 從淚水中再次出發的他 手腳俐落 忙中有序 哥哥 你今天也是小辣嗎 學生們大口吸麵條 相當滿足 廖淑慧不但溫飽學生的胃 更是他們的好麻雞 牆壁上貼滿學生寄來的明信片 以及照片 看得出來跟孩子的感情 施好到沒話說 我已經來這邊七八年的時間 大學已經有時候都在十大 然後之前還跟阿姨一起去 馬來西亞跟日本 對 就去玩 然後要去演出這樣子 這裡常常會爆門 就是阿姨有時每次就會揪團 在這邊開爬這樣 然後大家就來這邊 就是把這邊搞得非常的擁擠 三不五時 學生都會相約來店裡 就像走在自己的廁咖一樣平凡 出門在外 就好像你的小孩一樣 師範大學很多學生都是台中 高雄 台南 甚至於國外的 我都會去跟學生的互動就是 同學你住哪裡 我住台中 好 那多吃一點 同學你住哪裡 我住澎湖 好...那你吃吃習慣嗎 OK 那不夠 我在家 世大的學生來這邊 就很自然地跟阿姨分享 就是生活遇到的困難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在學業上面的 的一些生活所說的事情 就還就像我們台北媽媽一樣 在這裡有種在家吃飯的舒適感 不管是大學生還是數學生 這些同學就算畢業了 還是會專程來看他們的 豬腳媽媽 我最記得就是有一個 她是結婚了 要把小孩子帶過來 然後叫說來給阿嬤抱一下 因為你是吃阿嬤的豬腳長大的 我把阿姨當成一個自己的好朋友 甚至是 我經常跟我家裡人說 我說我在台北有個媽 對 然後就是阿姨 對 你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孩在養 為什麼不好 非常不好 所以他們也真的很開心 看著學生吃飽的滿足樣 倒數費也忙得很開心 帶起新里程 珍惜看似平凡的一切 豬腳飯回味的不只是 鮮車劉一鳴研發的獨特口味 還有人生簡單的幸福滋味 台北仁愛路上這間熱潮老店 不只有民主聖地的封號 更是許多學運世代的共同記憶 然而老闆阿華不幸罹患癌症 再加上了都更的打擊接種而來 讓老店一度吹起了席燈號 而如今 女兒楊怡心回家接棒 全家齐心重啟爐灶 讓民主味代代飄香 彩色童年回憶片片湧現 酥脆噴香的香酥鴨 也是三十年的不敗經典 炸到入骨的好滋味 讓人一口接一口 連骨頭都吃下肚 菜非常的好 一下口 就好像嘗到媽媽的味道一樣 圈圈堆疊的炸肥腸 外酥內嫩鹹香入味 是絕佳的下酒菜 不過這焦糖色的外皮 可是得來不易 得洗淨滷透 再加上量一個晚上 才能炸得酥脆可口 不至過於軟爛 就外酥內嫩 然後中間有那個蔥白 就可以蓋過那個 一點點腥味 還不錯 它不用沾那個椒鹽 就蠻有味道的 對 會很下飯 一道又一道的美味 經過時光討喜 越吃越耍脆 而周璇在各桌之間 傳遞著美好滋味的 是老店的第二代楊怡心 接棒至今不過短短四個月 才三十出頭的他 點餐 上菜 招呼客人 老闆架勢十足 我常聽到我客人說 我十八歲就來這家店了 然後我就說那你再幾歲 這家店參與他們生活 可能二十幾年吧 從學生時代結婚到生小孩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當老公了 搞不好問因為他真的有 對 小學四年級就在店裡幫忙 這半夾子的老店 不但是許多客人的青春回憶 也裝載著楊怡心 與眾不同的兒時記憶 過來電視上看到就是 我們餐廳的客人 對 或是隨便跟我握手的客人 可能就是失明的之類的 輕盈的裝潢 刷白的牆面 似乎沒有老店應有的氣象 然而一旁泛黃的照片 卻透露著歲月的痕跡 老店的傳奇故事 得由上個世代說起 1987年街頭運動 有如新火燎原 當時台北金山南路的店 剛開張 許多黨外人士 白天在街頭抗爭 晚上就到店裡把酒言歡 因此後來的學運世代 就給了這裡民主聖地的封號 不過真正讓餐廳飄起民主味的 是1993年接手的老闆阿華 他就很樂中 我們接手的時候 我兒子還很小啊 才幾歲啊 四五歲吧 才四五歲 他就帶著他去遊行 而且那個地方遊行 那個時候蠻激烈的 白天跑街頭 晚上做料理 川菜出身的阿華 也用他的滿腔熱血 研發出一道道的創意台菜 自己慢慢的摸索 只要客人覺得不錯的菜 就給他留下來 所以就變成好像自創自創 其實也是隨便啊 就是隨便摸索出來的啦 隨性所致沒有框架 阿華做菜就像做人 不只要讓客人吃出家的溫度 更要透過料理 傳達自由自在的精神 很多東西做的 就是要給家人吃的一樣 你看那個店的裝潢設計 就是好像你回到家 所以你不用有很大的壓力 穿拖鞋也可以來 可以把一天的快樂 跟心情的不舒服 都可以發洩出來 所以那種感覺很好 天時地利人和 成就了老店的靈魂 然而就在去年 歡同的人群裡 已經見不到阿華拿著酒杯 四處寒暄的身影 檢查出來就是癌症 那時候開始很快 3月初檢查以後 3月10號就住院 我那時候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 突如其來的變故 讓一家人措手不及 因為治療而日漸銷售的阿華 再也拿不起熱愛的鍋鏟 他不能炒菜他當然很難過 他就說那個是他的生命 因為都是他自己炒出來的 他都有感情 少了阿華的餐廳 就像失了魂 就在這個時候 都庚的打擊又迎滅而來 老店被迫拆除 走入歷史 舊日重游 其日風華已不存在 牆上靜止的日曆像凍結了的時間 228那天滿捨不得 就是你走進來 就覺得最後一天了 以後再沒有 這個地方再不會人生頂廢 眼前斑駁的景物 讓葵毅更加鮮明 她的確有說 那是她一輩子的心血 其實她常常半夜想 都會想到 覺得她財店沒了 就會有一點傷 我們家阿華老闆說 我們店的經營模式 跟人家不太一樣 他說我們是下那個感情 去經營這家店 你不只是對店 也是對客人 警務雖非人事依舊 忽曾消失的情感 使命感 讓一家人下定決心 另覓落腳處 為老店繼續寫下新的篇章 老店新生保留了所有經典菜色 像是這道以店名命名的招牌豆腐 搶搶滾的濃稠湯汁 光用看的就知道很夠味 而另一道牛三寶 集合了牛精 牛肚 牛白男 澎湃好料香麻入味 讓饕客讚不絕口 牛三寶 有麻有辣 這個非常入味 而老店的靈魂人物阿華 也在身體逐漸好轉之後 重新歸隊 有很多人年輕的時候 都在那邊喝酒聊了天 這現在年紀都大了 這家店變成是他們的回憶 可能現在來是帶著小孩 就像我們老了育兒死的故事 又寫了一遍 我覺得一家店的靈魂 不在於他的地點在哪裡 而是他的人到哪裡 那我們現在就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有人都還在那裡啊 所以我就說 人在哪 家在哪 我或許生病也活不了三十年 不過這個禍害一千年啊 這座民主聖地 將如海上的燈塔 持續照亮 只因每一個渴望自由的靈魂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看到了銀髮主廚們 如何找到舞台 並透過美食交流不同世代的情感 還有豬腳媽媽廖淑慧 在其心里程 珍惜看似平凡的一切 而牛肉麵老闆吳立民 做出一碗有溫度的牛肉麵 再加上他用心的代客之道 讓顧客源源不絕 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也歡迎全球觀眾 一起上晉級的台灣YouTube 按下訂閱跟分享 我是吳嘉芬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